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总会遇到一个人 希望让我们自己可以变成更好 这个人或许会昙花一现 但他可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一切 这就是绿金龟的模仿饭 男主角维他命的心情写照 我的团队告诉我 上台之后一定要说 我们不是模仿饭 我们只是模仿 模仿饭的绿金龟的模仿饭 最后感谢神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也感谢神给我很棒很棒的爱我的家人 让我支持我们一路在这个地方可以努力 也感谢在天上的齐柏林导演 带领我进入这一行 让我不断地可以主梦往前走 谢谢大家 第58届金种奖电视电影奖 得奖的是 这封也连得太紧了吧 谢谢 第58届金种奖电视电影奖 得奖的是 客家电影院绿金龟的模仿饭 恭喜 编导成功将小说转为影像化 大胆透过特殊题材 深入前出 阐述辉诙谐深刻的故事内容 是一部利落创新 令人振奋的作品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总会遇到一个人 希望让我们自己可以变成更好 这个人或许会昙花一现 但他可能已经改变了我们的一切 这就是绿金龟的模仿饭 男主角维他命的心情写照 我的团队告诉我 上台之后一定要说 我们不是模仿饭 我们只是模仿饭的 绿金龟的模仿饭 好 为什么我们叫绿金龟的模仿饭 晚一点我会请导演再说明 有人告诉我 他看了这部电影好几次 每一次心中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我想这就是 这部电影的魅力之处 非常感谢我身后的导演又林 以及共同制作人心童 这部电影酝酿了十年 是他们让这一切变成可能 也要谢谢同名小说 绿金龟的模仿饭 作者高一锋 谢谢你的全然支持跟信任 谢谢促成这一切的 玉民歌 制作人南红 喜慧 纯根 烈日小江 还有共同参与演出 张颖 佩佳 中华歌 杰飞 浩翔 还有运气 是你们促成了这一切的美好 水门的水门 我要赶车下个电视台 文化家座的宽度 也不天仰 让这部电影可以走很远的路 得到了很多国际入围的肯定 最后我要感谢金龙的评审 是因为你们 让我们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 谢谢各位 谢谢金龙评审 绿金龟的模仿饭是一个在讲 我们怎么看待 与自己不同的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 怎么去理解 这样子一个很少见的题材 我觉得能在金钟被大家看见 真的很感谢 尤其 我是一个蛮年轻的创作者 然后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然后去大胆地去创作 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我日后还会继续加油 但我还要特别谢谢 刚刚如玲哥已经讲过的 然后我也想要讲 我谢谢我身后这两位 天然沉水的伙伴 他们让这一切从没有到有 那还有很多制作团队的人员 我想要一一感谢 但可能时间不够 所以让我等一下慢慢跟你们一一道谢 各位还有村民音乐团也谢谢你们 还有三位主演 谢张颖黄佩佳 以及杨中华 你们让这部作品 有了生命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 爸爸妈妈 他们今天也有来 yes 谢谢你们一路走来 支持我 还有我的老婆 两只狗狗 谢谢 这边下来 谢谢大家 也没想到真的能够站上这个舞台 因为每一个入围的影片真的是太强了 非常非常的棒 然后最后感谢神将一切荣耀归给神 也感谢神给我很棒很棒的爱我的家人 让我支持我们一路在这个地方可以努力 也感谢在天上的齐柏领导演带领我进入这一行 让我不断的可以主梦往前走 谢谢大家 好 中间来一张 第三个麦克风 刚刚 你刚刚好像有说 要 还有很多话想说 对不对 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 没关系 我们现在有一个直播间 刚刚没说的我们把它补说一下 好 好 我就慢慢说 谢谢主持人 你不用太慢 好 因为还有下一组 好 好 好 真的很开心 一开始 我要特别感谢一峰哥 让我们就是 这样子放手去改变 然后还有客家电视台 他们非常的大力的支持我们 我们在这个改变的过程非常的辛苦 但是他们一路上都是保持着正面 然后给我们很多很棒的意见 然后后来遇到南红哥他们 还有烈日影像 还有魔幻时刻 他们也是非常大力的 在制作上面 给我们很大的帮忙 然后 接着在后期的时候 我们的早一早晴的 还有诗语还有林格韦 还有纯面乐团 还有魂音师 梁苏 然后还有郭冰哥 然后 迪普 他们没有他们 今天这部片 不会这么的被大家看见 所以他们是不可或缺的幕后英雄 对 还有很多人我可能还漏掉 真文 对 摄影师真文 对 好 我之后慢慢跟你们一道谢 谢谢 冒汗了 激动 有没有补一下 没有了 你有需要吗 好 那我们这边请 我最后还想要谢谢客家电视台 睡过了吗 睡过了 谢谢 太激动了 你都冒汗了 去擦个汗好不好 好 这边请 谢谢李晶贵的模仿办 感谢客家电影院 恭喜恭喜